根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的报道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的7点20分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再次启动了 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的 核燃料残渣试验性取出作业 根据计划在未来两周 东电将会通过远程遥控 配备有抓手的伸缩装置 取出三克残留物 今年的8月22号 东电曾尝试启动试验性取出作业 但是因为用于取出残留物的装置 出现了安装错误 相关作业一度暂停 2011年的3月11号 日本发生了9.0级地震 并且引发了特大海啸 导致了重大核泄漏事故 东电公司运营的福岛第一核电站 1至3号机组的堆侵轮回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 1到3号反应堆中 据估算有880吨核燃料的残留物 并且仍然具有放射性